西安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城市 往右转你就感觉自己活在了古代 往左转你就感觉你又活到了现在 很多这些古代的东西 其实能保留这么久 它其实魅力一定是有的 也许当你们真正去了解了之后 也许你们会被它的魅力所吸引 所交付 西安古月 护胎于唐在燕月 这支创新古乐团 曾做过一个王者荣耀的电子鼓风版 白语加入乐团 实力演绎烂于充数 用火影为一句话 这个城市的祭拜 你是火影村的人 你就没有办法在其他村子里头生活 没办法 只要这些古香古色的东西 在这个城市存活存在每一天 这个城市的人就会一如既往的 和这些东西为伴 骄傲也好 挣扎也好 想要摆脱他们也好 走出去 孝雷来到西安皮影博物馆 看索脱口秀和古老皮影 相结合的可能性 我们西安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仍然都是千年前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自己能给这个城市留下什么 就再没有一些新的东西了吗 为啥还是不愿意离开西安呢 还是因为有牵强 我觉得你在西安呢就是说 一个就是喜欢这些传统文化的 研究的东西很多 让你一生都学之不完 用之不完 关公夫子窥完成了 宝光灿烂的窥帽里 浓缩着小五的热忱